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明》 《文明》 各位好 这里是金青观察史 我是董嘉耀 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 7天全球最新的軍事動態 本周周年關聯的消息 最新情報顯示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 最新的G20戰機又有一個大隊 入一道解放軍南部戰區 而且閃開了西南方向的 相應的巡航 另外情報顯示 解放軍把轟6這種戰機群 最新部署到了廣西的基地 指向南海 而在南海 新加坡最新宣布 會購買美製的F35戰機 使到美國未來 在亞太在南海周邊部署的 F35戰機更多 給中國在南海新的壓力 今天會有關心 另外一個消息 台灣正式宣布 邊內預算要買66架 美國原裝的F16V戰機 並不是原來只是升級版本 而是原裝的 這被認為是蔡英文 為了尋求連任 花巨資來買美國的支持 到底這個F16V戰機 有什麼樣的作戰性能 能不能奪取未來 台海作戰的空中優勢 同時是否可以偵測 解放軍的G20戰機 今天也會關心 還有一個消息 印度決定要再度的租借 俄羅斯的核潛艇 是第三艘租借俄羅斯的核潛艇 而且未來可能有兩艘 同時存在在印度洋 借備中國大陸的潛艇 進出印度洋 今天關心 還有一個消息 美朝的峰會破局了 但現在最新情報顯示 剛剛就在這一周 美軍再度派出電子偵察機 逼近朝鮮半島 偵察朝鮮再度展開偵察 朝鮮的導彈機體移動 朝鮮說 近期可能一個月之內要發射衛星 實際上可能要試驗長程導彈 今天都會關心 不過首先看看這就最新軍情諜報 來看最新的軍曉曉 有關南海最新的軍事態勢 首先看到台灣最新系列 亞太防衛雜誌專門大篇的情報文章 提到情報發現 美軍的黃蜂號兩棲攻擊艦 今年2019年出到現在 兩個多月持續秘密地 一時遊走徘徊在 中國周邊的海域展開實戰的演練 持續不斷有針對性 特別提到 今年出2019年開始到現在 美軍的黃蜂號兩棲攻擊艦 在東海 菲律賓海 南海 持續地展開秘密地徘徊和演練 而且是帶實彈演練 有多重演練的方式 我們來分析一下 首先提到黃蜂號兩棲攻擊艦 在東海攜帶F-35B 垂直起降的戰機 在東海進行了全掛載實彈的 攻擊的演練 F-35密集地在兩棲攻擊艦上 起飛在東海演練 另外是繞台海的外側 兩棲攻擊艦在台海外側 也展開演練 而當中F-35B戰機 還帶來了新的炸彈 包括新攜帶了 激光導引的精確製導炸彈 還有就過千磅的 美軍所謂最新的聯合製導的炸彈 而這些攻擊炸彈 顯然是針對地面和海上大型的 艦製進行目標的 另外就是兩棲攻擊艦 隨艦攜帶的美軍海軍的特戰部隊 也秘密在相關的海域 東海 菲律賓外海 包括在南海的島嬌 進行美軍的所謂 躲島 空島 攻島的演練 而且是天際實戰 這個演練躲空島當中 特別強調一個是在夜間有演練 注意 是在夜間有演練 惡劣的海礦 選擇惡劣海礦的時候 演練躲空島 另外美軍F-35戰機 起降攻擊演練 也特別選擇在日夜都要進行 夜間也要進行 可見美軍在中國周邊海上 進行奪空島和相應的 攻擊艦師的相應的打擊 是有夜間突襲的概念的 另外海軍的特戰部隊 還特別演練在島上 或者在相應的海區 指引這個精確制島的導彈 攻擊地面目標 還有海上的炸艦 這美軍在中國周邊 針對性打法 顯然對中國是帶來威脅 這美國的動作 看看中國大陸方面 在南海周邊也有動作 我們來看中國大陸 首先強化了 南海島礁的相應的建設 包括除了我們知道的 島礁的軍事的拓展以外 更重要是無人島礁 包括連城一片的 所謂電子監控最新的佈設 它提到中國大陸 加強了島礁的保護 除了官兵駐紮在大清的島上 進行偵測和防衛以外 除了官兵以外 更多的南海南沙西沙等等的 無人島礁 部署了中國最新的 一系列最新的無人偵測監控系統 由中國的電子科技集團 提供了最新的所謂海洋一戰 無人的監控的系統 它是移動的監控偵測的系統 而且特別加上了雷達光電 電磁綜合的探測系統 放在了更多的無人島礁 而這些無人島礁當中 可以跟有人的助手的島 形成一個立體的南海 包括西沙南沙的偵測網絡 另外特別提到 也部件了空中和水下的偵測網絡 空中主要是透過電磁雷達 水下主要是更多的 像深納一樣的探測器 另外在南沙部件了更多是叫做 半潛式的偵測網絡 主要是針對美軍的潛艇 這些半潛式平時是潛在水裡的 一旦有時可以上浮進行偵測拍照 另外提到在西沙的浪花礁 這樣一個島礁 解放軍也打造了 綜合的長時間的事業平台 偵測周邊的美國闖入的軍艦 在西沙浪花礁 另外也特別提到 現在解放軍演練是全天候 包括這個惡劣天氣下 無人職守的島礁 無人職守的島礁全天候 監測功能 使到美國軍艦現在所謂在南海的橫行 受到更多的監測方面的干擾 而且同時要把即時發現的信號 傳給解放軍職守的部隊進行反制 另外中國大陸也展示了 最新的兩棲的登陸艦 最新兩棲登陸艦 而且是出口版本 能夠出口說明在解放軍情注意 情報顯示解放軍情注意了 將近6到8艘 這個最新的兩棲的登陸艦 它大約是帶有了 最新的電子作戰系統 包括有最新的電子干擾系統 一旦兩棲對壘 包括在海上遭遇的時候 有強大的電子干擾能力 另外這個兩棲最新的登陸艦 可以帶6架的直升機 同時可以帶2到4艘的氣墊船 來進行搶它登陸 另外很重要一點 它還裝備了最新的反蛙人火箭 也就是說一旦要進行兩棲攻擊 包括駐守島嶼的時候 可以對敵方潛入的蛙人 進行遠距離的反蛙人的火箭的攻擊 而且目前顯示 解放軍這個最新型的兩棲的登陸艦 已經在南部戰區 東部戰區的相應海軍當中 已經服役 這是一個情報 另外一個最新情報要顯示一下 就是在這一周 有最新的西方的衛星圖片 發現在中國的廣西的 海軍航空B的海航基地 最新出現了4架轟6KH 或者被稱為叫轟6J的 這個最新的戰機轟炸機 而且提到是改裝型的升級版本 4架出現在廣西的海航的基地 那麼一般顯示 如果部署在這個像北部灣地區 它完全可以覆蓋了整個南海 因為這個轟6J 轟6KH戰機 它的航程可以達到8000公里 而且它可以攜帶射程超過500公里的 應機12的反艦導彈 可以攻擊海上的目標 另外特別提到 現在部署在北部灣 能夠有效地進行 相應的這個南海的巡航 4架也就是有T4的 可以進行日夜的巡航 另外上週我們也披露過 廣東的新寧解放軍的轟6K戰 也出現在廣東的新寧 顯然廣西的北部灣 廣東的新寧都分別有 大批量的轟6戰機進駐 那麼就可以輪番地對南海 進行威懾性的巡航 看看全球其他軍情地報 據格勒斯塔斯社報道 大約100名中俄解放軍的官兵 3月份到格勒斯接受培訓學習 儒格操作和作戰應用 將在今年下半年 正式儒格勒斯交給中方的 第二個S-100的防空導彈 團的無機裝備 這次培訓是中俄之間 S-100防空導彈 採購系統當中合約的一部分 最新情報譬如說 中國與俄羅斯在2014年 簽署了俄羅斯向中國 出售S-100防空導彈系統的合同 中方說採購了4個營的 俄製S-100防空導彈系統 總金額大約30億美元 也有情報說 俄羅斯對中國衝口了 大約兩個團的 S-100防空導彈系統 根據軍情地報 覆了最新情報 俄羅斯的S-100發射團 每個團包括兩個防空營 一個指揮部 每個防空營包括兩個 S-100的作戰單位 每個作戰單位 包括8輛發射車 2輛雷達車 被彈64發 西方的情況是 俄羅斯曼以給中國的 第一個S-100防空導彈 在去年初交付的過程當中 發生了意外 俄羅斯當時 因為運輸S-100防空導彈團的軍艦 在海上遇到了 劇烈的風暴導彈 導彈進入海水受損 不得不返回俄羅斯受損導彈 也馬上被銷毀 不過這第一個團最終 在去年底終於完成了 交付給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軍防 而中國官方媒體也披露說 解放軍在去年底12月份 已經對接收到的俄羅斯的第一批 S-100的防空導彈 展開過兩次實彈的試射 對外宣布說 都實射當中成功的擊中目標 據漢號防禦艦這個披露說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海陸空兵器 逐漸朝著無人化 群體式攻擊發展 最新展出的風群無人機作戰系統 作戰系統要多樣化 最大特點是能夠讓多架的無人機 組成風群一樣的作戰群 快速地部署到作戰群 進行大批的無人機群 可以展開對地攻擊任務 譬如防裝甲作戰 大密集的攻擊地面的作戰車輛 另外 擊放軍曾經展出過 海軍的代號 長海001國產的 高性能海上無人作戰平台 這艘海上的無人攻擊艇 採用雙關的氣候發動機 有極快的速度 最大的水槍範圍可以達到300海里 相比起要大型的水面作戰艦艇 無人快艇可以有小小靈活 智能跨以微信場 速度快的優勢特點 同時能夠執行快速的 海上突擊的戰術 能夠以多打掃的 殺群式的密集攻擊 防不勝防 另外 中國大陸的軍工企業 展示過中國新型的 智能無人偵察攻擊平台 採用一艇12.7毫米的機槍作為主武器 這種無人的攻擊車輛的 車體上方四角 都安裝有全向光電的探討 可以實現360度無死角的監控 無人戰車持續行動能力強 可以長時間的職守 須有相當快的快速移動特點 遠程偵察 火力打擊的作戰任務 適合高原的沙漠 邊境 堅固地區 全天候的戰備巡弄 武裝守護 據香港新聞報導 中國大陸解放軍有四架 殲20戰機最近飛過了中國西南山口 標誌著中國大陸南部戰區的 空軍謀旅正式部署了 殲20戰機 初步形成了 戰鬥力可以巡航 報導引述情報說 這位中國大陸解放軍 在安徽的吳湖市 解放軍東部戰區 部署了殲20的第一個旅之後 中國空軍在南部戰區 又一個裝備殲20戰機的 航空兵部隊正式的部署對外亮相 也標誌中國大陸解放軍 殲20戰機在空軍的裝備當中 數量和殲20戰機的生產速度 正在邁向新的台階 而香港的媒體也注意到 中國大陸的網上的軍事論壇 最新披露了有關解放軍的 四架殲20戰機 一次排開最新的網上的圖片 顯示四架解放軍的殲20戰機 實行任務之後一次排開 有作戰的姿態 也有震懾的意味 而根據情報消息顯示 解放軍的常規集團 目前批量生產殲20戰機 一年年產可以達到150架殲20戰機 香港軍事本來接受殲20戰機 平時演習群落都在南海範圍 配合解放軍殲17 殲11 殲16 還有轟6戰機 暫時可以以南沙人弄倒作為 依據個起飛平台 作戰環境覆蓋東南亞南海 而新加坡國防部長最新宣布說 新加坡會向美國採購12架F35戰機 這樣新加坡就會成為南海 和周邊地區第四個 擁有美製F35戰機的美國的盟國 最新情況說澳大利亞防守 澳大利亞是美國的疾病盟友 也要像日本和韓國一樣 採購美製的F35戰機 希望的軍事分析說 F35最大特點是強大的 信息網絡戰能力各國 F35處於美軍的 信息化作戰體系當中 未來美軍在亞太南海作戰的時候 即使這些盟國沒有參戰 只要他們的F35戰機生同 就可以利用強大的 機載的傳感器 探測各種關於解放軍的信息 分享到美軍的情報網絡 相當於整個亞太南海地區 構築了一個完整的情報偵測網絡 美國的CNN一說 西方的軍事分析說 美軍的F35戰機隱形能力 電子作戰能力使它成為 軍力的倍增器 而新加坡一旦買到 美式的F35戰機可以使到 中國大陸必須要考慮 改善解放軍的南海各個島 都要上了偵查 還有防空的網絡 以迫使解放軍未來 會把解放軍的艦艇艦 探測瞄準新加坡 F35隱形戰機作為必要手段 而新加坡國防部在本週 特別發出一份最新的聲明明確表示 新加坡購買美式的F35戰機 只是為了提升新加坡 自己的國防水平 根本無意針對任何一個國家 新加坡並非美國的締約盟友 以無意配合他國的戰略 好 另外提到解放軍更多的戰機 包括建亞林還有轟溜機群的 更多部署入一道 南部戰區指向南海 問一下馬先生 同時看到美軍也有更多動作 包括隨艦的F35 澳洲也要買F35 現在新加坡也要買F35 會形成對中國什麼壓力 我想這個新加坡買這個F35呢 最主要的還是要融入 美國在亞太的這個防空網 或者說是空戰網 關鍵這是信息戰的時候 大家這個共享信息 那麼如果中國對這個單一的敵軍 或者是台灣方面 或者是日本方面 東南亞那不用提了 甚至是單對美國 他在這個近岸的戰區呢 都不會有劣勢 但是對整個的一個敵島鏈 這個反華網 這就問題就來了 所以我們看這個殲20呢 他在未來的作戰當中 面對的是一個這個體系 是一個盟軍 好 馬先生呢 也知道南海的態勢 美軍不斷增加在南海的部署 包括拉上其他國家 在這裡有更多的裝備 給中國帶來新的警惕 介紹的一方影片 本週還要關注一下印度洋 印度最新的鄉系說呢 要第三次的租用俄羅斯的核艦艇 未來要放在印度洋最多的時候 可能是連續兩艘核艦艇 進駐印度洋戒備中國的艦艇 另外 印度也打造 印度洋周邊更多的基地 看一個片段 據印度經濟時報報導 印度與俄羅斯 宣傳一項價值 30億美元的協議 租用第三艘俄羅斯的 鯊魚機的核艦艇 租期是10年 估計5年之內入役到印度海軍 甚至印度近2018年 以50億美元 向俄羅斯採購S-100防空導彈之後 又一筆 向俄羅斯採購巨額的軍費的訂單 而是軍情換成狼木掌握最新情報 這艘印度準備注用的 俄羅斯的核艦艇 克拉克3號 是俄羅斯研發生產的第三代核艦艇 2014年俄羅斯把它封傳整修啟用之後 會取代印度之前在2012年 向俄羅斯注用的 會在2012年到期的克拉克2號 另外 俄羅斯和印度之間 有一個秘密的協議 就是舊的核艦艇 還有一個5年的緩衝期 在印度可能有兩艘俄羅斯的核艦艇 在印度洋巡艇 持續可以確保印度海軍 對印度洋的控制更加牢固 也應對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艦艇 不但在印度洋出沒的威脅 據英國BBC報導 中國和印度兩個都在努力發展 自己的海上戰略力量 核導彈核艦艇 還有激勵戰鬥巡逻地區 需要額外保護 中國大陸解放軍的潛艇 包括核艦艇在印度洋日趨活躍 引起印度軍方的嚴重不安 因此 印度越來越關注 海軍基地宣稱 這個高科技招呼給武裝起來的 海軍基地會成為 印度新型核潛艇的母港 能夠應對中國大陸解放軍海軍 在印度洋的活動 並且給解放軍的潛艇和核潛艇 造成巨大的軍事威脅 報導引述情報說 在兩年前印度在西岸展開了 危機30天的大型的軍事演習 就在演練在新的 面對中國艦艇的更加複雜的環境下 如何應對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艦艇 而根據軍情報量水 南部掌握了情報 印度這次反潛的大規模演習 是模擬針對中國潛艇的 特別從俄羅斯引製的 俄製的攻擊潛艇 扮演了所謂假想敵 同時完成了搜索 跟蹤假想敵潛艇的訓練任務 在去年年底 印度國產的核潛艇 監敵整號也完成了 印度所謂聲稱的 首次印度洋戰略威懾的巡航 標示印度完成了所謂的 三倍一體核威懾戰略 這次導致印度軍方聲稱 印度成為了世界上第六個 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還有中國大陸 自己的軍艦家分析所 由於印度一直在追求 與美國 俄羅斯 中國等國家 相同的軍事的威懾力 因此 印度聲稱 要擁有遠程的戰略核導彈 外購了印度的國產航母之後 印度著重打造的 是印度自己的核動力的潛艇徑隊 因此 印度現在關注的 除了中國以外 還包括巴基坦 印度死敵巴基坦 目前沒有採購 巴基坦自己的核潛艇計劃 所以 印度就要維持 一艘以上的核潛艇 可以對巴基坦形成更大的 海上的威懾 和對中國海軍進入印度洋的牽制 好 朋友 提到印度海軍 再度要注用俄羅斯的核潛艇 放在印度洋 來牽制防範中國 這本來是美國樂艦的 但注用的偏偏又是俄製的核潛艇 我們連線向美國的軍事觀察員 袁卓艦 袁卓艦已經在美國掌握了情報 對於印度的動作 既是防範中國 但又用俄羅斯的裝備 美軍是怎麼考量 對於印度租界俄羅斯這個核潛艇的事情 它並不見得說 一定是針對中國的威脅 因為相對而言 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 並不是這樣這麼頻繁 但主要是 美國對俄羅斯的潛艇是很有興趣的 而且 普京也把他那些 最新的那些超高音速導彈 準備放到海基平台上 那麼對於俄羅斯的核潛艇來說 比如說它在美國海岸附近活動 會發生的導彈 對美國威脅很大 美國對俄羅斯這個核潛艇平台 非常有興趣 那麼如果通過跟印度的合作 能夠進一步地窺探到 俄羅斯潛艇的整個構造 秘密 那麼對美國來說 是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美國跟印度會作為一種交換 而印度也想獲得美國的技術 好 提到是印度洋的話題 印度租用俄羅斯的第三艘核潛艇 放到印度洋 今年印度要進行新的大選 莫迪這個政府 包括它的執政黨 很可能除了巴基坦以外 對中國等周邊相應的態勢 會更加地強硬 密切留意 本週另外要交點在台海 台灣正式宣佈 編列大規模的預算 買美製的F-16V戰機 是完整版本的F-16V戰機 而且被批評是花大錢 為了討好美國 但這種戰機 到底對中國大陸的解放軍的空防 有沒有壓力呢 看一個片段 據台灣聯合報道 台灣空軍司令部對白聲稱 台灣軍防已經正式向美國 提出購買66架F-16V戰機的請求 以強化台灣防空戰力 台灣軍防內部披露說 這次購買的是美國原裝的 F-16V戰機 加上訓練兩年後期 還有新式大尿的補給等開支 估計接近要支付給美國 130億美元大約4000億的台幣 這是台灣空軍1992年以來 首次擴充機隊的規模 台灣軍防強調 新購入的F-16V戰機 會重點加強台灣東部的防空戰鬥力 而且最近台灣的軍防消息人士 向軍官大使藍幕P6情報說 台軍的F-16戰機 是台灣空軍的主力戰機 2020年台灣曾經花 巨自把142架台灣F-16AV型戰機 升級為F-16V戰機 升級是由台美共同完成的 升級時候的所謂F-16V戰機最大 改進增加了有緣項目的雷達 具備多目標的追蹤能力 同時可以兼容多種 先進的空洞導彈和空氣導彈 這些升級時候的所謂的F-16V戰機 還能兼容防空外的攻擊系統 包括高速的遠程反輔射導彈 能夠攻擊敵方 包括中國大陸的雷達戰隊 癱瘓電子發射信號 而台灣軍方的情況來說 F-16V戰機不管在雷達航艇 和電子作戰系統方面 綜合比起台軍現有戰機的作戰效率 會大幅提升能力足以匹配 解放軍的殲-10C戰機和殲-16戰機 不過也有台灣資深的軍戰家 向軍體觀察者藍幕分析說 台軍現有的所謂的F-16V戰機 是從台灣的原來的F-16AV型 改裝升級而成不屬於真正的 原裝的版本 而這次正式向美國提出購買的 66架F-16V戰機 就屬於真正的原裝的 完整版本F-16V戰機 攻擊力電子作戰能力的空戰當中 會更加優異 最近請問譬如說 美製的F-16V戰機裝備了 美軍升級版本的電子甲艙 配合遠程的雷達 升程可以有效地偵測捕捉到 隱形戰機的反射信號 暫時能夠遠距離地發現 對手的隱形戰機 包括升程可以發現 全面解放軍最新入營的J-20隱形戰機 而根據軍情版的船艦目掌握的 台灣軍方最新的內部的屏幕報首 一旦台海開戰 最重要的是奪取台海上空的空中優勢 沒有制空權 海戰陸戰根本打不下去 特別是中國大陸解放軍的軍機 進來來經常地跨島鏈巡航繞島 對台軍壓力甚大 不過並不是台灣想買 美國就立刻會賣 美國要考慮的是實際利益和風險 包括特朗普政府 是否會以對台軍售 作為美中談判的關係的籌碼 根據軍情版的船艦目掌握的最新情報 台灣軍方曾經秘密地尋求 向美國購買最新的 美製的F-35的戰機 不過美國因為憂慮 美軍的軍事技術 戰機的密碼等機密 會由台灣泄露到中國大陸 而最終沒有答應 台軍購買F-35戰機的要求 而中國時報的分析說 台灣空軍多年來評估下一戰戰機 原來規劃是以引擎短途起降 作為重點 應付台海未來開戰週出 台灣的機場跑道嚴重受損之後 可以起飛使用 而向美國購買F-35戰機 並不符合台灣軍方 新一代戰機的需求 因此台灣現在買恰恰 是因為還有十多月 台灣就要大選了 蔡英文政府急需要美國的支持 蔡英文指示台灣的軍方 透過對美國的巨額的軍購 希望獲得美國支持 蔡英文明年競選連任 台灣的中國時報分析說 台灣買美軍的軍備就是買保險 美國賣給台灣什麼武器不重要 F-36是否符合台灣空軍 下一代作戰的需求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台灣 巨額的金錢付給美國 台灣要全民買單 好 平常聽到 台灣要花巨額買66架 美製原裝的F-16V戰機 未來台海當中會不會佔有優勢呢 稍後來聽聽台灣和香港的分析 到底這個F-16V 會與解放軍帶來什麼新的挑戰 另外分析一下朝鮮半島 美朝峰會破局 現在最近情報說 美軍已經派出了電子偵察機 逼近朝鮮再度的軍事偵察 也發現朝鮮可能在一個月之內 發射衛星 稍後來分析 回到軍機關聯絲本周關注 台灣正式編列預算 要買66架美軍的 美國的F-16V的戰機 而且是原裝版本 這個戰機到底給解放軍 未來在台海會帶來什麼壓力呢 今天請問台北市校委 香港馬里生分析 先問馬先生 這次台灣終於落實 並不是原有戰機升級 而是原整版本的F-16V 帶來什麼樣的攻擊力 即使是F-16V 那麼面對大陸的第三代半 第四代的戰機 都是明顯的劣勢 但是這個不要緊 就是關鍵是買一個保險 萬一一旦台海兩岸開戰 那麼台灣的空軍 空防 在第一波恐怕都要消耗殆盡 那麼美軍甚至是美日同盟軍 他就會看這個空子 這個到底是介入還是不介入 如果介入的話 有了第一波的這個炮灰 去擋一擋 基本上就可以看出大陸的這個底線 看出大陸的軍事的這個底牌 在什麼地方了 好 問一下台灣市校委 以內在台灣掌握的情報 這批新買的F-16V原裝的戰機 到底有什麼作戰的 性能的優越性 也就是說以目前台灣 所擁有的140架 再加上如果66架成功申購的話 加起來一共約是200架 左右的F-16Block 70戰機 它的整體作戰效能 相當於過去的台灣所擁有的 400架F-16AB Block兩棟戰機 至於說能不能夠攔截殲20 由於台灣本身是一個首飾作戰 殲20本身是一個逆中戰機 這個F-16戰機它起飛升空手 它不是開著雷達在空中 漫無目的地地搜索 它要依靠地面的雷達戰臺 還找出 連線找出 好 問一下馬先生 一旦台灣真的獲得 這66架F-16V的戰機 在解放軍未來的台海作戰當中 解放軍怎麼反制 大家都知道 這個台灣軍售 這個是要拉住美國 那麼到底美軍和它 這個資訊共享到什麼程度 咱們不知道 但是解放軍方面呢 一定是要做最壞的打算 就是它真正能夠聯網了 真正能夠同步共享 這個解放軍方面的資訊了 那怎麼辦 那肯定是要發揮 解放軍在導彈上面的優勢 第一個是 詐平它的這個資訊網 第二個呢 不但是要用硬件 而且是用軟件 在這個電子戰打擊方面 取得這個製電磁權 那麼台灣的這個硬件 就起不到任何作用了 就是你買再多的新式戰機 導彈 飛機 坦克 軍艦都沒用了 好 謝謝兩位分享 本週焦點了 台灣正式編列預算 要買美製的F-16V的戰機 未來台海制空權爭奪的變數 接著話題放一邊 本週另外焦點 美朝峰會正式破局之後呢 美國 朝鮮各自都有新的軍事動作 美軍的偵察機再度逼近朝鮮偵察 發現朝鮮有新的異動 進入軍情互動 回憶一下 鳳凰網站問題 大家注意到最新朝鮮半島這個局勢 美朝峰會破局之後 美國再度派出偵察機 逼近朝鮮偵察 同時呢 揚言美韓有演習 同時呢 朝鮮它的核導彈基地有異動 而且一個月之內 可能要發射微卿網友 問一下馬先生 現在美朝峰會破局之後呢 仿佛又退回到兩年之前呢 而且美國說 不著急有第三次的峰會 你怎麼看 早就說了 美朝是談不攏的 但是呢 既然它已經有了一個承諾 就是金正恩對這個特朗普 有一個承諾說 我這個不再合適 不再發射這個大功率火箭 但是它現在又有跡象要毀這個諾言了 那美方的動作呢 就是說我要拿這個F-35發射導彈 來攔截你的導彈 這個在這個政治上 在戰略上是對的 就是說只要你敢這個再搞朝核呢 那我就用這個武力評你 但是在戰術上呢 是這個假的 因為打這個導彈呢 用這個飛機 用這個空對空導彈來打呢 不是一個最好的打法 但是已經用這個戰略上面的暗示 說中俄兩家 你要準備接受 我單方面對朝核動武 在越南舉行的第二次的美朝峰會呢 雖然是破局了 美朝雙方一拍兩散啊 但越南仿佛成了峰會最大的贏家 最新的情況顯示呢 美國 特別是特朗普呢 對於越南舉辦這些峰會 表示滿意 而且呢 美國官員離開的時候 特別向越南暗示 美國將會追加給越南的軍事援助 包括軍事訓練 會增加三千萬美金的援助 另外 越南也承諾 未來會開放更多次數 頻率 給美國的軍艦停靠在越南 節目最後 看看每月的軍事聯繫升級 以上《軍警官大使》下週三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